Hello 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等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易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易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易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 只有欧易交易所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 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 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不必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 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卖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让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掉预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供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太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验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 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太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 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免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太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 在哪里显示啊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你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啊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他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再利用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下一步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1万EU 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1000E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0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照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来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 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态法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上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上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 它是二二年十一月成为上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 刚刚成为上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 比较老的上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双号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量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亡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获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引以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闯红灯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存在重大交通安全隐患 个别电动车驾驶人心存侥幸 无视交规任性闯红灯 结果不仅受伤还担责 事故详情 近日 包头市昆区交管大队接到报警称 阿尔丁大街与校园路交叉路口 发生一起电动自行车与汽车碰撞的交通事故 造成人员受伤 两车受损 民警到达现场发现 剧烈的撞击致使小汽车引擎盖撬起变形 电动车驾驶人当场连人带车被撞飞 车辆碎片散落一地 经调查 事发时 电动车驾驶人乌某某 骑着电动车行驶至阿尔丁大街 也要远路交叉路口 机动车道内左转弯时 闯红灯通行 与机动车驾驶人 王某某碰撞 宁灯三分不抢一秒 真是案例告诉我们 一次闯红灯付出的代价 可能就是生命 内蒙古交通之声 闻心提示 一 骑行前检查好刹车 踏板 车把等设施 防止车辆问题造成的安全隐患 二 骑行不要因为一时兴奋不控制车速 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 随时做好刹车准备 学会点刹 切记不要急刹 三 不要和机动车抢盗 靠边骑行 特别是下坡急弯等路段 减速慢行 四 一定不要戴耳机听音乐 时刻注意其他车辆行进的声音 五 车速不能过快 时刻注意路况 增加对突发情况的反应时间 六 时刻把安全放第一位 注意出行安全 七 骑行速度应控制在每小时20公里以内 八 骑行者应靠道路右侧骑行 严禁于机动车 电动车等车辆争到抢行 九 骑行过程中 不要接打手机 十 骑行者过十字路口时 应下车推行 遇行人横过道路时 应当减速避让 十一 雨雪天气不建议骑车出行 十二 注意保管好个人物品 锁车时检查是否已将自己的物品 带离自行车 十三 规范充电 在指定位置充电 不得撕拉电线 注意用电安全 电动车虽然便利快捷 但在骑车出行的同时 也要注意交通安全 做到文明出行 安全出行 免责声明 文章为转载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删除内容或协商版权问题 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 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内蒙古一电动车驾驶人闯红灯 受伤还担责 内蒙古1056交通之声 10月15日 2023交通银行郑州网球公开赛 圆满落幕 在单打比赛中 中国选手郑钦文 战胜了2023交通银行郑州网球公开赛上的 最后一个对手 夺得冠军 在另外一场女双决赛中 达布劳斯基和卢特利福这对加拿大 新西兰的跨国组合2比0 轻松战胜日本组合青山休子 柴原英菜 获得冠军 郑钦文夺冠 郑钦文和克雷吉斯科瓦 在争冠赛中 双方赛后握手 为球迷签名 郑钦文在领奖台上 球迷观众为郑钦文加油助威 10月15日晚 2023郑州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 达布劳斯基 卢特利福又战胜日本组合青山休子 柴原英菜夺得女双冠军 10月15日晚 2023郑州网球公开赛女双决赛 达布劳斯基加拿大 卢特利福新西兰在比赛中 日本组合青山休子 柴原英菜在比赛中 双方赛后握手 为球迷签名 近日 证监会组织稽查执法 日常监管力量集中查办了招商证券多名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等违法违规行为 依托则刑事追责 行政处罚 行政监管措施 内部问责进行立体化惩戒 图原 图虫创意 据证监会网站2月9日消息 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精神 全面加强金融监管 坚持监管长崖带刺 近日 证监会组织稽查执法 日常监管力量集中查办了招商证券多名从业人员买卖股票等违法违规行为 依托刑事追责 行政处罚 行政监管措施 内部问责进行立体化惩戒 一是对63人做出行政处罚 合计罚末8173万元 对一人做出终身证券市场进入措施 二是将一人涉嫌内幕交易行为 依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是对46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其中你对三人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对五人采取监管谈话 三是八人采取出具警示函 四是对付有从业人员管理责任的招商证券 采取责令增加合规检查次数的行政监管措施 对公司董事长采取出具警示函 两名时任合规总监采取监管谈话的 行政监管措施 并督促招商证券启动内部问责 约谈相关违规人员 落实问责全覆盖 证券从业人员不得买卖股票 是证券法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 证监会严厉打击证券从业人员 违规买卖股票行为 2019年至2023年 共查办67起从业人员违法炒股案件 对139人做出行政处罚 着力构筑不敢 不能 不想违规炒股的长效机制 下一步 证监会将坚持系统思维 举一反三 持续强化机构监管 行为监管 功能监管 穿透式监管 持续监管 协同行业协会 持续深入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完善制度机制 制定依法从业打击证券从业人员 违规炒股行为的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压实机构主体责任 督促证券公司强化内部监测 自查自究及问责机制 落实全员合规管理 实现对各分支机构 及从业人员的一体化垂直管理 各证监局将开展专项现场检查 完善从业人员投资行为管理规则 督促机构健全投资申报 审查 监控 惩戒等内控制度 完善投资行为管理机制 进一步堵塞证券从业人员监管制度 及执行中的漏洞 二是强化监管执法 对违规行为露头就打 对管控不利的机构从严问责 对违规人员强化立体化惩戒体系 构建一处违规 处处受限的惩戒机制 加强违规行为的通报警示 开展专项治理行动 三是持续进化行业生态 坚持两个结合 深入开展行业文化建设综合治理 督促机构切实做到不愉悦底线 不为力仕途 不急功近利 不脱实向虚 不胡作非为 坚持诚实守信 以意取力 稳健审慎 守正创新 依法合规 完善从业人员职业行为 基本规范和操守准则 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分类名单制度 和职业生育管理机制 加快形成从业人员管理研的氛围 推荐阅读 全新开放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 传出老人爽朗的笑声 干净整洁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游园绿地 交通畅行 市民出行更加从容 近年来 交领县以我为群众办实施实践活动为抓手 聚焦教育 医疗健康 养老服务 就业增收 文明移居等民生工作品质提升 加快推进民生资源 又保基本向高品质转变 使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聚焦重点群体 提升幸福指数 我们高度重视视灵女生 HPV疫苗免费接种工作 结合实际制定了工作方案 全力做好组织管理 疫苗供应 技术培训 人员配备 信息支持 医疗保障等 确保将这项民生实事做时 做戏 做到位 据焦岭县卫生健康局副幼股负责人 罗欣梅介绍 全县共有1264名 符合条件的 未满14周岁的初一女生 当地通过开展校园宣讲 公众号推送 等多种形式的宣传 切实提高适领女生与家长的接种意愿 并根据就近方便的原则 确定了各镇卫生院和妇幼保健院等十个接种点 全面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老人们在焦岭县 焦城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练字 王静秒舍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 是老年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 在焦岭县焦城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老人聚在一起 或闲聊 或棋舞 或斗棋 呈现出一幅最美西洋红的惬意画卷 养老服务中心干净整洁 功能齐全 我们老年人又多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在中心书画培训室里 老人徐文雄一边挥毫泼墨 一边孝道 中心游县民政局 焦城镇人民政府牵头建设 广东越安康养科技有限公司 承接运营 主要服务本县户籍60周岁以上老人 据焦岭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中心于今年5月正式启用 是一个即日间照料 康复护理 医疗保健 助餐配餐 文化教育 休闲娱乐等六大功能 与一体的一站是长者居家养老综合服务场所 在为老服务中 我们中心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把它们请出来 动员那些能自理的 身体比较好的老年人 尽量从家里走出来 到中心参加活动 二是入户进门 对于不能自理 走不出来的老年人 充分整合现有资源 采取爱心敲门 暖心送到家等形式 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据交城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 刘东妮介绍 该中心还依托智慧健康养生养老云平台服务系统 以居家为基础 以社区为依托 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 以康养顾问为中心 让有需要的老人们可以体验到多层次 多形式的上门居家专业照护服务 距离筑起纾困 共享发展成果 我们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出现了招工难问题 现人设部门获悉后 第一时间安排就业服务专员与我们对接 帮助我们招聘员工 梅州市嘉腾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 汤一珠表示 交领县人设就业服务机构 专门设立就业服务专员 对接全线47家归上企业及其他小微企业 积极帮助企业解决涉及招工用工 政策咨询 职业技能培训等问题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 精准化服务和指导 助推企业稳定生产 交领县人设部门积极主动 帮助解决招工难 助力企业正常运转 丘林强设 据了解 当地人设部门一方面靠前服务 加大失业保险文刚返还 就业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力度 缓解企业流动资金压力 另一方面 结合实际 制定贯彻落实 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 细化共13条稳就业政策措施 切实提高会起政策触达度 助推企业发展 近期 角领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大力推行退役士兵一战式 返乡报道接收工作 今天我来办理档案交接和退伍事项 只跑一次就办好了相关手续 现场还有税务工作人员 为我辅导创业就业好政策 退役士兵林隆波说 此外税务工作人员还向招聘退役军人的企业宣传聘用自主就业退役军人能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激发了企业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积极性 主动性 增添了退役军人就业的信心和底气 税务工作人员向退役军人讲解税收优惠政策 正路营社 去年以来 为全方位扶持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我们持续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沟通 并通过多种方式 全方位宣传支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的税费优惠政策 据交领税务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局还未招用退役军人企业定制政策辅导服务 确保税费优惠政策落地落实 让退役军人影响紧响相关待遇 据统计 2021年8月至今年8月 交领税务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减免 共184万元 当前 我先狠抓发展第一要务 以就业优先 从政策 资金等给予多方面全方位支持 为稳住就业基本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 观车落实用户思维 从精准宣传辅导 简化办理流程 优惠精确直达等环节入手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以一系列实招 应招有效为市场主体减负担 天底气 增动力 交领县相关负责人说 完善配套项目 打好民生考卷 交领县城融合了客家元素的新路灯 竞相亮相 照亮群众出行路 丘林强设 项目负责人李克风表示 通过对整个县城的部分路段进行分布逐段的提升改造 既能美化城市 半辆交成夜景 又能为市民夜间出行提供更好的照明条件 目前我们对苗栗节 环城路 环东路等地实施了路灯更换 已改造好一百多处 接下来将着重对镇山路 北街等地的路灯进行更换改造提升 李克风说 市民在提升改造后的交领中学 雄德龙体育场运动休闲 王静秒舍 做好民生工作 没有完成时 只有进行时 再交领 一项又一项民生心正正乘风而至 一件又一件民生时事正落地生根 越来越清晰的民生图景 温暖着寿乡人民的心